現在我們再看一下就是 剛剛您看到的是整個範本一起套用 可是其實有些時候可能這整個範本 我也不見得通通都喜歡 但沒關係 你點到哪一個你不喜歡的就把它在這邊 有沒有垃圾桶可以丟掉 好 那我現在我先丟到幾個 假設我就只留首頁就好 其他的我就先把它丟掉 好 現在我只留首頁我就按個新增 空白了 OK 那這個時候呢 您就來看 右上角這邊看一下 我就不找第一個範本 我找下面這裡 有沒有頁面 頁面的部分 也就針對單一個頁面來新增 那一樣的 他也給你很多的範本的選擇 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所以即使我想要講一些就是像這種 這個 進來 進來 有沒有一些流程的 你一樣可以選擇 不一定要套用它範本 你名字要挑你喜歡的就好 那這頁多出來就可以把它怎麼樣 丟掉 或者那調整順序 我想這個應該不用我教吧 這個POPPO你應該都會的 不會的你真的要回國小一下 好 所以你也可以用這樣 也可以用這樣 就你自己來頁面裡面自己去選擇一下 你要哪一種 而且他的這邊範本就比較多 更多 因為他只有單一頁 所以範本更多 好 那如果呢 你再勇敢一點點 我開空白了 你可以先怎麼樣 先找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一些背景 找一個適合的背景 叫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看有沒有你喜歡的背景 沒有你喜歡的背景 應該知道怎麼去找吧 網路上有沒有一些免費的 有 那所以如果說 假設 你想要找一些 不錯的背景 我們在任務裡面 我有分享一些 你要捲到比較下面 有沒有免費的影像影片素材 因為這個上次上個月也跟我講 所以我就不重複講太多 就是你如果有需要 你可以來這邊去找一找 最重要的是 版權要注意一下 你可以找這個 叫做CC0的圖庫或PDM的圖庫 這個 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的 沒關係 反正至少 你知道關鍵字 CC0或者是PDM 這兩個 這樣的話呢 這兩種的圖庫 你抓了之後呢 完全不需要做任何的連結 拿了就走就好 這樣是最單純的 你沒有 就是任何的負擔 好 那我們回到這邊來 你就挑一個你覺得需要的 有沒有這樣就有一個背景進來了 好 再來我們往下走 往下走 文字我們剛剛講過的 它對中文真的比較好 所以你可以找到 有比較多的中文的字體 好你看我們在這邊 我就把這樣子抓進來 放進來 好 然後呢 字的大小 那些我不用講太多 來 往下走 這裡 行句變多一點 文字的陰影把它加進來 一點點模糊 你要遠一點 就讓它遠一點 再模糊多一點 OK Motion Graphics 在這裡 過度了 過度了 長距太多了 字中一下 這樣有沒有簡單 有了 那這個文字你就擺這樣 那不就跟做泡泡一樣了嗎 所以可不可以加個動畫 可以啦 在這裡 你看我們右手邊 上面這裡 剛剛我們是在做文字的設定對不對 你要打內容 拿那些樣式 你往左手邊移動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裡 動態效果 點它一下 好現在呢 你就看看 這裡有分怎麼進來 怎麼出去 你不覺得這好像跟泡泡有點像嗎 哎呀原來泡泡你學好就好 你看滑過來有沒有動畫 這樣有動畫了 怎麼進來 淡路 滾進來 這樣 那怎麼離開一樣 那你點了那個效果之後 你再往下走 往下走 你可以自己選擇你的方向還有時間 方向還有時間 比如說我剛剛是從左邊到右邊 你要從下面到上面 這樣有沒有進來 一樣可以 那你要快 非常快 都OK 那最重要的是 等一下我們這邊 離場會加一下 沒有的規定一定要 都要加 你可以自己選擇 自己選擇看你要怎麼 怎麼做 好 那我加了之後 重點各位要看一下下面的時間軸 你看看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文字的前面跟後面 好像有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就是你有做轉場 就是講的那個淺進場跟出場 那個動畫的地方 就是動畫的地方 我把這個時間軸再把它拉開一點點 這裡 各位那個時間軸 縮放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邊 左下角 左下角 有沒有一個小小的 在這邊我再放大一點 有沒有看到這一塊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稍微拉動一下 我們的時間軸就會跟著縮放 有沒有 這樣你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那 你的 前面的這個就在這裡 進場 你點到它 你看我們屬性就會跳過來 點到這邊 就會跳到什麼 離場 那 還有一個叫做什麼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加強 加強就是 不斷的動叫加強 所以呢 你可以加在哪裡 加在中間 你看我時間軸拉動一下 好 我到中間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加強才可以用 你如果跟前面後面疊在一起 那就沒辦法用了 就進場跟離場 它是獨立的 所以這個加強沒辦法用 那你就可以試試看 痘痘龍 這樣叫痘痘龍 但是你按下去之後 你要知道 它這一段就會不斷的動 有沒有中間又加了一個 對不對 那如果你希望它再調整一下 這裡一樣的 有沒有 這裡有時間 你可以自己選擇 要快要慢 要循環幾次隨便 這樣子的話呢 文字的動畫就有了 你可以預覽看看 好 進來了 累一下 好 那它就一段時間之後 我看一下 好 快到了 有沒有 當然這個也可以用在圖片上 因為都一樣的道理 好 最後結束 有沒有就這樣抵開 這樣沒問題了對不對 所以文字的動畫就這樣搞定 蠻簡單的 那下面這裡有形狀 這個我就不用介紹 我就不用介紹 它因為裡面就有很多的什麼 比如說你要一些圖表的 那這裡也有 然後呢 還有一些其他的 info的 這都是跟圖表比較有關係的 形狀的 好 內建的 那我們看下面這個 這個比較重要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的圖片 那圖片的部分呢 你看看這邊 這是要拉過來一點 圖片呢 它一樣有很多 一樣有很多 你點到這個圖片 點一下 上半段會有一些動畫 所以你就把你要的把它丟進來 這個是巨幅的動畫 好 這樣 把它擺好 移動一下 但是各位時間走要稍微留意一下 你看 我的這個動畫 是到8秒多左右 是在出現 所以前面會不會看到它 不會喔 你大家動一下時間走 有沒有發現前面沒有它 拉過來 是不是才會出現 所以這個 你如果希望它一開始就出現 你就來這邊 好 那你希望它 講長一點 你就在它的後面這邊 有沒有可以拉開 拉開 它就會做一個循環 做一個循環 就看你 希望它講多久 好 那我就預覽一下 直接預覽 考慮一下 這麼簡單 對不對 很快你就可以有一個感覺了 OK 好 那請問它 可不可以做剛剛那些事情 當然可以啦 你看有沒有進場 加場 離場 都一樣的 你想要它怎麼樣 要做 就看 就看你要 怎麼處理 就點一下點一下就好 那另外 如果這裡面 你沒有看到你自己的 你想要自己做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就在這邊啊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有下載 做好那個輪頭 可以交進來喔 所以 你看我按一下上傳 有沒有發現它支援的格式 JPEG PNG SPG GIF都支援 都支援 那原則上 如果你要有透明度的 也就是說它能夠去備好的 你要找PNG跟SPG 那我剛剛有下載一個SPG對不對 所以我就拿那一張進來囉 按一下上傳就去找 當然啦 然後 這裡 我就點一下 那我們剛剛講過 免費的方案有500MB的空間 所以這些呢 就會站在那500MB空間裡面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SPG是區備好的 因為它是向量的 所以呢 你這樣好了 那如果你要調整圖層的上下順序怎麼辦 在這邊可以調整喔 這裡 等一下 按右鍵 不是按右鍵 上面這裡 抱歉 有沒有這個 你不覺得這幾個圖 看起來有點熟悉的感覺嗎 在Office裡面有沒有上一層 下一層 最上層最下層 對不對 都一樣的 所以你要調整它的圖層順序 就來這邊 好 我移到比較後面去 移到後面 好 這樣就可以了 點到它 把它拉開一下 好 OK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所以像這樣你要做動畫 難不難 應該還蠻容易的 對不對 好 那 再下來呢 如果你希望呢 欸 我還希望它能夠幫我講講話 你可以自己錄音 也可以怎麼樣 請它幫你 把文字轉成語音 就在這個地方 您看一下 在下面這裡 你看下面這裡 聲音沒有問題 它本身就有一些音效 那你往下走 有沒有新增語音 就在這裡 你把它按一下 我就把我要的文字放進來囉 我先Play看看 你也可以輕鬆做個 Motion Graphic動畫設計師 這樣可以嗎 對不對 它目前 它目前有支援蠻多語言的 那聲音的部分主要是男生跟女生 男生跟女生 那音調呢 比如說你先聽看看 欸 女生的 你也可以輕鬆做個 Motion Graphic動畫設計師 這樣可以 我跟你講 偶爾去外面 還真的會聽到這些 有沒有 語音合成 現在蠻多是 用那種 我在喜宴上沒有聽過 播那個影片 然後就用這個合成 好 那你的音調 如果你希望它 講的速度快一點 不要那麼慢 那就自己調整 還有音調也可以變 音調的話 越變 無法將文字轉換 轉太快 你也可以輕鬆做個 Motion Graphic動畫設計師 有沒有快一點 對不對 那你音調如果變低一點 就比較像男生 欸 就會比較像男生 真的喔 你也可以輕鬆做個 Motion Graphic動畫設計師 這樣OK嗎 欸 那如果好了 你就按偷右 他就把你那個 那個聲音檔就放到下面來 好 就把它放到下面來 你可以看一下 這下面 有一個聲音有沒有 進來了 在這裡 所以 這樣子 我就跟我的文字 搭在一起就好啦 所以我們再預覽一下囉 你也可以輕鬆做個 Motion Graphic動畫設計師 這樣OK嗎 好 來 那就給各位先玩玩看 剛剛我們右手邊所介紹這些